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环球频道 这个中美之间现在除了热战 军事战争 斗争以外 其实所有的这个战争形式啊 基本上都已经使用了 但这边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很多人也在问 就是这个咱们说美国和中国这种竞争啊 它是自损 它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它也要干 那它到底这个在干什么呢 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咱们今天就把这个说透 咱们还是不卖关子啊 直接把咱们观点亮出来 实际它是在扩大自己的盟友圈 就它利用这个和中国的这种竞争啊 自损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它也硬头必要干 就扩大自己盟友圈 这有何其目的 实际就是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一个供应链 或者一个一个朋友圈 这个是摆脱中国的 所以它一定要跟中国竞争 看到了吧 实际它损失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它可能损失比中国还多 美国以世界领导者身份啊 自据啊 所以它制定游戏规则秩序 其实现在它跟中国脱口等于是毁了它之前的秩序 谁是秩序破坏着 它自己 所以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是它把自己破坏了 包括去美元化嘛 这也是它自己干的 所以它的损失绝对比中国多啊 你要明白 它的损失绝对比中国 自损一千那个是它啊 中国也要损失八百 但即使赔 它也要干 看到了 咱们说这个美元那只是一个啊 一个方面 你可以美国人损失太大 美国政界现在看啊 也已经是到自残自残的状态 也要干啊 跟中国顶到底 这里边感叹啊 这个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这美国人呛呛呛呛 美国人自己呛呛呛呛 自己身上扎肉啊 到底在干什么呢 咱们看这个芬兰瑞典交入北约啊 是不是就是美国的朋友圈扩大了 我觉得没有人会否认这点 就是美国的势力再次扩大 瑞典去芬兰加入北约 这里边芬兰不谈 但瑞典可是绝对的壮榜级的 想想那沃尔沃 萨尔博那些军工 二百多年吧 二百多年它一直中立啊 其实是被俄国人打怕了 它没法在这个北欧横行了 北欧的霸主是沙俄啊 对吧 它后来是中立了 但是现在看呢 它应该看到机会了 再次 实际上它看到机会是什么 看到是天下大乱 它现在再次说 还有什么呢 还有现在波兰都已经动手了 你像这个波罗的海那三国 波兰都动手了 我如果瑞典再不下场 那这个 可能这个原来北欧的那些势力范围 可能全部被波兰给拿了 那我能让着你吗 北约东扩啊 其实这个各怀鬼胎啊 当然这个顿巴斯地区啊 其实从这个14年15年 明斯克协议 没有解决顿巴斯问题的时候 当时武装力量冲突呢 还是不断的情况下 当时俄罗斯的居民 这个俄罗斯族的意义啊 这个居民在敦巴斯 又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歧视啊 北约东扩 瑞典和芬兰 其实俄罗斯不会去打 它和这个乌东地区还不一样 它不会去主动去打 除非北约去打 但是你看 是不是瑞典芬兰加入了美国这个圈了 就加入它的供应链了 看到了吗 这个可能是要干的 所以这个事里边呢 美国人并不是 并不是框框往自己身上扎肉 扎刀 而是他也获得了一些 美国这么扩张 带来的就是它的战力 扩大 理由就是北约是个军事组织嘛 当然也涵盖政治啊 而且呢军事上呢 被美国敌视为 这个 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 划定的一个敌人 那这就是 你已经选边上了 你加入北约就等于选边上了 选什么选反 反对中国和俄罗斯这边了 那有人说他真的要跟中国打仗 不是的 美国人从来没想过跟中国打仗 要打仗就打核战嘛 咱们想想这个世界 未来要打仗就打核战 打核战 你说这个世界 谁能打核战 中国 俄罗斯 美国 就是这三家嘛 都不用算那个法国和英国 算不了 打常规战争 这三家也是啊 中国 美国 俄罗斯嘛 打常规战争也这三家 但即使不打核战争 打常规战争 你说你美国能赢吗 他也赢不了 利用吧 你看这新天乌克兰不是什么 打常规战争 你也赢不了 所以美国就没打算 要跟这个俄罗斯和中国 用北约这张牌 就跟他死磕去 他要干什么 他要拉他 当自己的盟友扩大圈 他要扩大自己的盟友圈 看到了 实际目的是干什么 目的是跟中国脱钩 有意思吧 真正意图就是扩大地盘 他的效能呢 我觉得后续还要算 算比以上 就是增加盟友的国术 增加盟友的数量 然后增加朋友圈数量 这是他核心目的 就是即使多花点钱 他也要给人家干 这实在说呢 就是美国还是以军事起价 你说他没打过仗 除了吉米卡特和特朗普以外 其他全打过仗 那总统天天打仗 枪杆都天天打 这个无论是美国用什么名义 参加战争 你说你打这个伊拉克 以前美国人说光荣孤立 你打伊拉克算光荣孤立吗 你说哪一仗 欺负弱小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喊出过光荣孤立 美国其实核心打仗是干什么 美国在全球 他其实就是在利用这种战争 来变相的扩大自己的盟友圈 让盟友干什么 买自己的货 还是被卖货 人类的尽头就是卖货 你可以想想 全球的最高的军事预算 美国的军事预算 前十名总和就是他的 养了十多艘航母 各大州的签订防卫条约 对吧 美国在这一方面 花费巨大 但是有没有用呢 对吧 说实在美国是投资 然后投资完以后 美国一定是要收益的 看到了吗 我投入以前我一定要收益 如此巨大 每年是一万亿 接近一万亿 八千多亿美元投资 美元军费投资 但是最后我要获得什么收益呢 对吧 他一定认为自己的收益 要多于这八千多亿 因为他需要盟国 他需要盟国就迫使盟国选边战 一个是选边战 一个是美国武器 选边战也坦白说 这些国家最终打起仗的 绝大部分都不是个儿 最终还得需要美国保护 所以有了共同防卫条约 那么美国光是 这个共同防卫条约 这个里边就已经规定了 你得买我们美国的武器 建立军人基地 派遣军队驻军 驻军就可以建立情报系统 等于分享情报信息 当然这些情报信息 有了监通设施以后 人员以后 那就等于变相的影响 你这国政治了 对吧 包括经济金融了 这我就渗透了 完全渗透了 你说这些国家 等于什么 等于是我用通过这种 八千亿美元的 这每年的变相的殖民了 全世界 殖民了这些盟友 看到了吗 你说这个买卖的亏吗 俄乌冲突例子 你可以看 到底谁亏呢 乌克兰肯定亏 欧洲也是亏的 对吧 欧洲亏的最多 还不能买俄罗斯天然气 随着共同防疫 调及欧洲国家 就只能向美国买天然气了 对吧 而且厂子要设在美国 实际等于是逼着 欧洲和中国脱钩了 美方和欧洲 等于占了欧洲便宜 也说美国对中国的斗争 占上风的时候 美国仍然执意对中国封锁 制裁中国 跟中国脱钩 美国也同样是遭到损失的 但不管怎么样 美国要是想弥补这些损失 那就是很多盟国必须拉进来 跟中国围堵 企图就是要博弈 跟中国博弈 然后胜出 用盟国 那美国需要什么呢 需要扩大自己的盟友圈 市场 这就是核心目的 首先要确保这些国家 美国的能源销售 都得埋过美国能源 欧洲冲突以后 美国就可以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气 生产国出口国地位了 还有就是确保盟国 天然资源充分能够被美国利用 包括矿、链矿、稀土等等 主要是确保美国对盟国的军火销售等等 你看啊 现在很多国家选民战队美国 其实就是变性的 要加入到美国这个盟友圈 胖圈 当然就是等于跟中国脱钩了 实际就是美国一声令下 他们就脱钩了 还有确保这些盟国 能从美国主导的科技世界里边 按照美国科技标准来做 目前看的这个6G标准、通信标准 实际就是要按照美国标准来做 就是美国需要通过封锁中国 确保其他国家 就是他的盟国圈和中国能够经济脱钩 换一个角度看 美国是拼了命的 不惜自损自伤 然后同中国脱钩 但是他未来获利 他认为是获利的 和中国拼到底 也要拼 就是美国 美国不能搞闭关锁国 美国就根本搞不了闭关锁国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这么拼 找盟国 而这个盟国最关键是欧洲 而欧洲跟川普又不好 你看 所以为什么拜登能赢 利害了吧 因为美国最后我算笔账 我必须要通过这种形式 把盟国算进去 我从盟国身上楼前 而如果让川普来 我就等于闭关锁国了 美国不能搞闭关锁国 美国很多的盟国和美国 形成一个主导和普通关系 这等于是美国主导经济市场 美国面临很多国家去美国化 就摆脱美元控制 美国控制 美国就得要更多国家 使用美元 购买美国军火等等 实际就是为了长期跟中国消费下去 所以必须要扩大自己盟口圈 你说依照全球的格局 走向中美二元对峙 那么他认定是长期的 那长期的就得像苏联时期一样 我们必须有坚固的盟友圈 朋友圈 所以未来形成二元格局以后 对于全世界就等于是新冷战了 壁垒森严了 谁加入我的盟友 谁是我盟友 现在看一目了然了 对于这种二元发展 持续多长时间 中国怎么应对 或者中国未来怎么破解 我觉得现在看也非常明显 中国现在需要欧洲独立自主